昨天見到14個月以來的新低 大家都很沒心機,其實我也感受到 不過有大行開始有些反向的看法 交銀研究部的主管洪浩就說 恒指現在的股值較去年更加低 但經歷了一年半的復甦 認為經濟不會比去年差 如果譬如中港通關的 對香港經濟有明顯的幫助 最大的預計就是港股明年 會跑贏環球市場的機會比較大 不過不建議大家留底 因為他說底是最空險的 看得到但走不著 所以他就說叫大家看路 不過不覺得看得那麼淡 建議了三個板塊 有互聯網消費和能源股 另外再看到一些分析 就說從技術指標去看 看到RSI其實港股已經超賣了 有分析說相信距離反彈也不遠 你建議策略上現在這個時候 應該是止蝕、鬧底 還是一動不如一靜 我想剛才說的所有分析 或者那個東西全部都正確的 現在的股值當然比去年便宜 現在跌到這樣 你說明年反彈的比其他環球股市的機會大 只是機會而已 那當然一定是可以說的 但是你說現在 但是我很贊同的 真的千萬不要打算撈底 那些不要猜底 不要說不要撈底 因為你永遠都猜不到那個底 就是之前我們看到25,000、24,000 現在都很快地去23,000 就是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你分著買那個策略 就是預了要坐 大家都知道港股 就是它可能橫行走一輪才會走 那不會說即時V彈 至於你說買 就是我覺得策略上面 都不是說駁什麼位去買 就是我想指數都不是很小看 就是指數是什麼位去買 反而是剛才開波說的那件事 你買什麼股票 就是你說我還是對互聯網很有信心的 那你都自己選吧 就是你沒理由去罵阿里巴巴吧 你看圖都知道這隻股票搞不定的 就是相對來說 就是你有信心一點的 你可能買一些700、300、900 你看圖就看到的 就是指數正在穿位 阿里巴巴一起穿的 那你就知道它好打有限 但是你騰訊、美團 你都還沒穿到那個底的時候 證明很簡單 那些錢肯買先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看著這些 或者如果你說再進取一些的 你可能看回一些二線那些 京東、網易 你看到它 你看圖你不覺得它是受到什麼大跌影響 都還是挺強勢的 可能看著這一堆股份 因為這次的業績 你會看到明顯地分了兩批 強勢的方望股 以及弱勢的方望股 弱勢一定是阿里巴巴 強的就是剛才所說的 京東、網易那些 看你是喜歡撈底 還是喜歡買強勢 那你問我還是買強勢股 就是不會亂撈弱勢股 當然你說除了方望股之外 你當然是看回我開波講 就是電動車、新能源 那些買下去就舒服 始終國策在支持那件事的話 你不會覺得它跌得多少 你就是看比亞迪都知道 市場跌到這樣 現在還有300元 你就明白 你要在港股裏面 如果我們做好的話 那你要選一些適合賽道的股份 好啊 那你又覺得未必需要一動不如一靜 你覺得這些時候 都可以選個別行業去買 我想最麻煩 現在的市場跌了下來 很多便宜貨 那些便宜貨你賣不下手 但是跌了下來 但是你想買的就不肯跌下來 我想這個就是大家 為何對港股有愛又恨 都不知道還有沒有愛 恨的地方 所以等機會 我相信比亞迪都不是沒試過跌穿300元 總有機會的 好了 先排定先 等下 是